俗哥说电影 报警冷静总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毛骨悚然撞鬼惊 影片共分为六个小故事 这些故事均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第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可怕的逼厨 影片一开场 从老家来到中京打工的大眼哥 在朋友的介绍下 租下了一套价格七低的公寓 这俗话说便宜没好货 根据鬼片的套路 但凡那些房租过低的出租屋 不是死过人就是有鬼魂 这大眼哥在家理发店打工 为了能尽快的出人头地 他没事就用头膜练手艺 一天早上这哥们刚醒 从这头膜散乱的发型上来看 估计得被大眼哥虐了不止千百遍 由于这哥们还是失心生 平时也只能擦到窗户搜好地 洗头的时候再让老娘们调息调息 晚上大眼哥刚走到家门口 就碰到了附近的王子白 从王子白那一脸的阴阳怪气 就猜到大眼哥可能是他上事 转过天 大眼哥开始拿他的朋友猪头地练手艺 大眼哥说这房子的阴气得重 以前该不会出人命吧 猪头地说东京可是寸土寸金的地儿 你啊就别那么多事 什么午夜兄弟半夜计较 通通都是下骨脑 大眼哥说我妈咪从老家寄来的一些土色产 咱俩见面分一望 可当大眼哥打开箱子一看呢 发现刚寄来的伯托全都发没了 猪头地把头伸进壁处理一看呢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大眼哥说这是我练习用的假发 有什么可怕的 到了晚上啊 隔壁传来的稀里发拉的声音呢 让大眼哥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的一早 当大眼哥准备到邻居家提提意见的时候 发现这隔壁根本就没人住 不仅如此啊 整个二楼就他一个住户 大眼哥刚来到楼下 就见到了表情诡异的王大白 大眼哥说我一没喝你家水 二没吃你家饭 你整天摆个苦哈脸给谁看 王大白说你住哪个房间呢 大眼哥说二零二啊 王大白一听撒丫子就窜了 大眼哥是越想越不对劲 意识到这房子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晚上回到家呀 大眼哥决定把那些头膜全都扔掉 而且这鬼的胳膊一伸出来 当时就把他吓妙了 第二天呢 他给龙套婶做小宝剑的时候 把龙套婶吓得是花枝乱颤 老板说龙套婶说你的手冰得像死人一样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眼哥和猪头弟在网上一查才发现 原来传闻这套公寓啊 确实有鬼整天在屋里下几乱 猪头弟说再继续住下去啊 你早晚再嗝着屁 别再犹豫了 赶快离开此地吧 接下来的几天呢 这鬼一到后半夜就开始下折腾 都快把大眼哥吓出精神病了 转过天 大眼哥再次遇到了王大白 王大白说你住的二零二呢 以前住着一对母子 那母亲呢 整天出去花天酒地 也不管他儿子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呢 由于屋里也没暖气 他儿子就冻死狗的屁了 由于他儿子阴魂不散呢 所以整天在屋里下就乱 故事的最后啊 大眼哥虽然办了家 但那个小孩呢 仍在必处里等着他忙 第二个故事叫 齐夕在病房里的五元硬币 影片一开场 护士大眼妹正在职业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二一三病房门口 有一个人影一晃不见 他推开病房的门 但里面根本没有人 原来住在这里的病号 几天前就交了饭票 转过天 一个小萝莉住院 大眼妹走进病房 发现小萝莉正在画楼层的分布图 从构图上来看 似乎像是在设计 抢劫和逃跑的路线 第二天的一早 当大眼妹准备给小萝莉 测体温的时候 发现小萝莉正在用一枚 五元硬币做游戏 大眼妹看到小萝莉 用硬币在306房间上面 不停的转 然后喃喃自语的说 这物理的病人就要领和烦 果不其然 小萝莉的话很快就惊艳了 然后小萝莉又把硬币 停在了301房间 很快301房间的病人 也跪了天了 大眼妹把这件事 汇报给了护士长 护士长说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你怎么还如此的愚昧呢 平时没事 多读读书看看报 别整天像个大厂报 转过天 小萝莉又把硬币 放在了208房间 为了防止208房间的 龙套书上西天 大眼妹把一个护身符 放在了龙套书的枕边 女鬼一看 有人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 大能干 于是就打算让大眼妹 领和换 可这护士俗称白衣天使 这天使严格来说 那可是上帝的嫡妻 我估计是上帝发脾气了 因此大眼妹并没有嗝皮 第三个故事的名字叫 诅咒会马 影片一开场 大火宝小眼哥 小眼哥正在跟同事们吃饭 新来的同事大兄妹 虽然长得挺甜 但一直沉不寡言 小眼哥说 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旁边一同事说 你甭看他长得化妆约貌 但他最喜欢逛神社和寺庙 整天搞封建笔心的一套 小眼哥说 甭管封建不封建 只要好好干的 组织能看得见 吃完饭 当小眼哥正往家走的时候 大兄妹从后边追上了他 大兄妹说 刚才谢谢你的鼓励 我送你一汇马 不成敬意 自从收了大兄妹的这个汇马 小眼哥身边 便开始不停的 发生一些奇怪的事 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 小眼哥的妹妹说 我觉得这个汇马 跟诅咒有关系 我看你还是赶紧还回去 小眼哥说 什么咒怨不咒怨的 全是牵着弹 同事说 你那个汇马肯定有气效 我家附近有个神社 要不我帮你处理掉 可同事的话还没说完 就差点被摔残 小眼哥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当小眼哥打算 把汇马还给大兄妹的时候 才得知这个大兄妹 小眼哥的妹妹说 我已经请教了 我那位跳大神的朋友 他说这个汇马有不祥之气 谁拿谁是屁 小眼哥说 可我也没出什么事 妹妹说 我那位朋友说 你有神灵护体 所以他不敢见面 你最好赶紧把这玩意放进神社 不然就有可能惹大祸 转过天 小眼哥拿着汇马前往神社 汇马一看可就不干了 开始在道路上 设置重重障障碍 小眼哥这一路 是去折又坎坷 虽然路程不长 却差点把他捏出现了 这哥们一路顶风暴雨 僻静斩机 最终把汇马送到了神社 看来这汇马修炼的还是不够 要是下几个大兄妹 估计小二哥也就醉了 第四个故事的名字叫 多出一人的电梯 影片一开场 几个学生妹去医院 看望受伤的同学 在过道上 他们看到几个护士 正在将一具尸体推进电梯 学生妹问 这医院有没有什么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石高妹说 有啊 诈尸的还魂的 掉校的哭坟的 多了去了 几个学生妹一听 全都吓猛了 石高妹说 这医院地下一层 住着很多病入膏肓的老人 所以经常有遗体 被送往太平间 从病房出来之后 几个学生妹刚走进电梯 随着一阵阴风吹过 这明显又进来 一位不促之客 这电梯到了一楼之后 并没有停 而是继续下降到了地下一层 而随着电梯一颤 好像有什么人走出了电梯 这下可把思维彻底下梦咪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太平间的门突然打开了 鬼叔穿着和服 出现在了过道上 现在的情况是 鬼叔就在不远处 而电梯门也关不住 而鬼叔的突然杀到 把这思维全都吓掉 第五个故事的名字叫 诱惑的沼泽 影片一开场 毛大叔带着儿子闺女 到山中的出租别墅度假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个 特像他亡气的白衣女子 在树林里一晃不见 这毛大叔自打老婆去世之后 是夜夜顾着难眠 甭提有多烦了 找小姐怕得病 大飞机不尽兴 难受的都快得了抑郁症 看看大叔这一脸的 苦大抽身 就知道有多堵心 而白衣女子的出现呢 毛大叔认为 是王岐想跟他再见一面 因此当第二天 准备回家的时候 毛大叔决定再多待一天 傍晚时分 白衣女子再次出现 毛大叔激动的当下一趁 跟着白衣女子 来到沼泽边 哎呀 白衣女子这动作 对毛大叔来说 简直是巨大的诱惑 当毛大叔一脸 懵逼的往里边走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 他儿子的电话 儿子的话如醍醐灌顶 毛大叔当时就清醒了 他此刻才意识到 这是鬼给他设的一圈套 据毛大叔自己陈述 说他是因为过于寂寞 所以才经受不住 沼泽之女的诱惑 第六个故事的名字叫 《夏天的鱼照》 影片一开场 清纯妹不顾他爹地 忧郁叔的反对 只身从老家来到东京大平 一天 清纯妹在电脑上 秀照片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他爹地忧郁叔 正躲在一根电线杆的后面 这下可把清纯妹 清纯妹还跟他老爸大吵了一架 一天晚上 当清纯妹正在上网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 手机震动的声音 他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并没有来电 他在屋里屋外 瞎询问了半天 也没找到声音的来源 自打这天起 忧郁叔开始不停地 在清纯妹的生活和工作中导饭 而且那种手机的震动声 也不断地出现 搞得清纯妹的工作总出错 算是彻底没法干 清纯妹经过回忆才下来 原来之前忧郁叔活着的时候 才给他打出电话 但由于他对爹地的抵触情绪 因此一直没有解听 这种震动的声音 其实就是那次他手机的震灵声 后来清纯妹琢磨出来了 忧郁叔之所以阴魂不散 是希望他回老家看一看 转场之后 清纯妹回到了老家 见到了他老妈 到了后半夜 忧郁叔突然出现了 看着那些充满甜蜜回忆的日记 清纯妹终于明白了 忧郁叔之所以这么做 全是因为对他的放心不下和牵挂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经文 今生有缘能相遇 好好珍惜别放弃 亲情友情和爱情 得来全都不容易